牛人的希望 所以互利好出生牛肚非常重要 为这个毒牛正确的断齐 使牛肚出生后 半小时之内 就吃上母牛的出乳 产房定期的消毒 冬天要保暖 不使毒牛遭受贼风气息 那就是保证母牛充足的营养功能 产后五天内 每天就是二斤料 五天以后我要逐渐的加料 加到八斤料 但这个加料不是绝对的 酌情的处理 牛肠后保证母牛的营养均衡 营养好了乳汁分泌的注入 只有奶水好 牛肚才能够做 出生后十天就可以断量鸡 让你吃料 十五天就可以断量鸡 让你吃草 提早的草食草料有利于毒牛健康 变成毒牛肺房移 就是做好这幼牛繁殖记录 防止尽情交配 尽情后代实用性又差 生了花一慢